2008年爆出的燕兆门事件是一件震动圈内外的大事件。 陈冠希向公众诚恳致歉,但事件波及到的女人们却纷纷风平受害,许多女星从此跌入谷底。 其中要数张博之和阿娇最惨,不但演艺事业遭受重创,直到最近几年才慢慢回到大众眼前,而个人感情、生活也深受影响。 但其实受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他们两个人,而是在最当红的时候激流永退,孤注一掷准备加入豪门的陈文元。 陈文元在大学时代就一位漂亮而有个性当选珠海大学校花。 大二踏入演艺圈,一路顺风顺水,唱歌出道及拿下金曲新人奖,参演影视剧也大受好评,最红的时候影视歌全面发展,牢记无数。 而他在事业上升期认识了豪门阔哨金子药,毅然决定退出演艺圈,准备嫁入豪门。 在陈文元与金子药的婚期已不足半年的时候,燕照门事件突然爆出大量不哑照。 眼看好事将近,却被从中截断,两人虽然没有立刻分开,顶住压力又坚持恋爱了多年,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,还恨分手。 2001年,陈文元凭借成名曲《你女友》,一炮而红,一举夺得十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。 当时初出茅庐的陈文元可谓是风光无限。 紧接着,他在歌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之后,因长相清纯亮丽备受导演赏识,而栖身影视界。 出演了很多经典的影视剧,才出道几年和很多大咖合作过,成为了影视歌三期演员。 其搭档过的演员都是一线明星,比如郑一剑、胡斌、曾志伟等。 可以说,那时候的陈文元早早地就找到自己人生的事业方向。 因为漂亮又有个性,陈文元还被冠以香港广告新天后的称号,有很多广告客户找他拍广告,而陈文元一度被称作天天在电视上见得到。 走红程度盖过了同时妻女歌手。 电影方面,他演出过《周乐园》、《幽灵情书》、《伴罪人间》等等,他一路都有着多元化发展,形象青春又阳光,代言街道手软,绝对算得上是一代青春偶像。 但真正让陈文元被众人所知的,却是一直都没有断过的绯闻,每一次都轰轰烈烈,深究下去,又像是捕风捉影。 2000年参演电影《恋性世代》时,陈文元与同时参演的李立山表弟周群达相恋,一年他加入乐坛与陈冠希传出绯闻后,便宣告与周分手。 后来,他和陈冠希确实在一起了,不仅穿着情侣T恤高调同行,更同戴卡迪亚定情物,只是等足四年,还是以分手收场。 有杂志报道,陈文元与陈冠希的恋情玩玩,基因南方花心,陈文元忍受不了才分手。 2005年,初到四年的陈文元经朋友介绍,认识金融界的豪门富二代金子耀,两人火速堕落爱河。 金子耀是拥有美国三藩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,是当时香港有名的金融才俊,其名下经营的威力国际,主要业务就是物业投资和证券买卖。 这次,陈文元再也没有藏着掖着。 在2006年,本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陈文元为了男友选择隐退,时刻准备嫁入豪门。 不料,2008年2月,燕兆门事件一出,原本打算结婚的陈文元被卷入其中,而金子耀刚刚公开表示打算迎娶陈文元,认定他为自己的结婚对象。 此事一出,两人不得不暂时取消了本计划于2008年8月在四季酒店举行的婚宴。 其实,金子耀当时对于陈文元的感情应该还是很深的,他并没有选择和陈文元分手,而是承受住压力,毅然站在了女友一边,与他共度难关。 据说他还特意找了当时很著名的网络黑客去删除这些照片,可惜已经于事无补。 而且金子耀依旧高调带着他私处参加派对表明立场,还给他投资百万港元开Crystal Jam水晶美甲电三星。 可惜,男婚女嫁终究要过父母一关,虽说两人十分相爱,而金子耀的父亲也很开明表示不计前嫌,接纳而习。 但男方母亲观念却更加保守,一直不同意两人的婚事,而之后小情侣又坚持谈了数年恋爱,终于在2015年惨淡分手。 十年感情化为泡影,陈文元也从此在无缘豪门。 十年爱情长跑结束,金子耀搬离两人同住公寓后,陈文元不久就将住所转卖,并将情感寄托于信仰,加入教会。 事业爱情双停摆,他可以说比张伯芝和阿娇更惨,好在后来在教会中,陈文元又重新邂逅了爱情,遇到了现任老公。 男方是个普普通通比他小三岁的圈外人,对他细心呵护,也不介意他的过去,仅仅拍拖一年,陈文元便认定他是自己的良人选择闪婚。 两人的婚礼可以说也是十分的低调,全程都避开了媒体的视线,一开始是低调的旅行结婚,之后还到香港补办婚宴。 结婚,生子,全程几乎都没有被媒体得知。 之后,他声称自己不再是圈中人,更是转行做金融业,事业也取得非常大的成功,现在靠着自己的努力,也成了一个有名车,有豪宅在手的小富婆。 如今的陈文元,住在香港北角老牌楼网云景台,居西所住豪宅市值在2000万以上。 如今,40岁的陈文元,已经低调地收获了安稳,并与爱人遇得一子一女,可谓幸福美满。 作为被陈冠希加持过的女人,陈文元是少有结局不错的一个。 她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,大红大紫过,跌落谷底过,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波折,才让陈文元发现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,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